暂停的你可以從這個上面看一下就知道了 上面有這個按鈕嘛對不對 這個是如果被按下去就是已經在執行 那按這個就是暂停 按這個就停止 其實就跟著我們播放的影片按鍵一樣 只要把這個學會學好 我跟你講寫程式就會很容易了 你可能慢慢寫嘛你也不趕時間 那以前像學那個其他語言 像學Java 學C 或者其他困難的地方 就是因為沒有這種開發工具 你變成要怎麼樣呢 程式跑完之後他會跟你講地幾行錯誤 可是呢問題你地幾行錯誤你回去再看 看很久還是看不出來為什麼錯 所以呢為什麼說學這種程式 學這種會比較容易 是因為他有工具可以輔助你學會 那其他的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沒有工具 所以你變成你要慢慢看慢慢看 以前光看那個程式看到眼睛花了 看一整天你都看不出來那種挫折感很大 那這個工具的話就好很多 而且你會發現他很方便一點就是說 你游標放上去就會告訴你哪裡錯了 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再繼續讓他按F8繼續跑 已經鎖定 編輯 重新啟動好了 因為我改過了 好再來的話你會發現直接跑到這裡 好第一位同學就沒有錯了 50分 往下 往下走 這個都不會有錯 那N 現在1嘛再加1 好往上跳 好那這樣跳出來的話第二位 80 那如果說你希望讓他繼續跑的話就把中段點拿掉了 直接按一個F5 或者按這個 直行就可以 第三位 80 60 好成績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 最後一個沒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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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呢 這邊的話 欸這個有沒有 因為我們預設值是多少 預設值是 是多少 是1嘛對不對 所以一進來他已經是1了 那這邊要改成6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 再把這個數字改成6 看一下應該是這個地方的問題 好這個來直接看看 用一次就知道了 第五位 好沒錯 所以 這邊呢如果說你給他一個初始值 好 那他這邊你就要觀察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好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就大概先講到這裡 那一段時間 雷克力 我還有 感谢观看